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 为金松奖 在今天的节目单语里 我们要介绍一组非常非常厉害的 拿过金曲奖的音乐人的团体 那我们要先从2010年 有一位萨奇莱雅族以及阿美族的混血 这位非常帅气 而且有才华的青年 与他的团员一起走向音乐的路 然后在他们的音乐当中 除了原住民的元素之外 也加入了日本东洋的元素 还有国粵的元素在里面 没有错 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 都曾经入为了金曲奖 第二张也要永多的金曲奖的 最佳原住民专辑奖 让我们来严重隆重地欢迎 CMU团 以及唱范范斯瓦娜 谢谢 欢迎 欢迎 以及CMU团员第一位 瑶瑶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CMU乐团的女歌手 瑶瑶路 欢迎 下面一位 王V 大家好 我是CMU的女歌手 王V 欢迎王V 下面一位 韦彤 大家好 我是CMU乐团的大提琴手 韦彤 欢迎 下面一位 怀特 大家好 我是CMU乐团的男歌手 怀特 欢迎 下面一位 娜茲 大家好 我是CMU乐团的小提琴手 我叫娜茲 欢迎 欢迎娜茲 这位我们的千亿 大家好 我是CMU乐团的二虎手 千亿 欢迎 你是突然不忘记自己拉什么吗 好 那既然来到了这里呢 因为是原名台嘛 我们要来向各个不同的族人 来介绍一下CMU乐团 CMU乐团其实是一个就是 三个原住民 三个阿密斯 组合而成的乐团 是 那这个乐团一开始成军 其实是一个很古典的室内乐团 是 但之后呢 慢慢的就是 我们累积了一些作品之后 慢慢的就是开始做一些 属于原住民阿美族语言的歌曲 是 然后结合现代以及一些传统的歌谣 然后一起共进的一些音乐曲风 用不同的音乐堆叠在一起 是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苏兰娜发起的 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 就是我们三个人就是 觉得说我们组个团吧 所以创始团员就三个人 有个问题 所以你们是一个C 一个M 一个O 对 我也是这样 不想问这是音乐 对 是 是 一开始这样 没有 我们是一个CMU 一个乐 一个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所以一开始的创始团员是三个 三个 然后一不小心越走 就一直拉人拉人 然后变成像现在这么多人 就不小心走偏了 这样子 大家一起来到 他们还比你没走偏 你干嘛 自己是团员吧 就是越走越广了 对不对 对 其实 好 然后在你们的音乐风格当中 有的时候朋友问我说 你要怎么样来 听CMO乐团是什么样的风格 我真的好难定义你们 因为在你们的专辑的元素 还有你们的音乐类型当中 你们做了非常多不同的尝试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 不想要有一个局限 对 因为很多音乐 我们觉得说有些东西 它不是只是单纯 就是用一种曲风 可以评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想尽办法就是 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 或者不一样的一种呈现方式 来去做这样子 它可能会赋予这个音乐歌曲 会更有一些灵魂这样子 嗯 而且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灵魂 偶尔是要来二胡的灵魂 也是有来点CELLO的灵魂 GESHA的灵魂 对 对 对 会不太一样对不对 所以你们今天其实 只是来一个部分而已吧 对 就是一部分 认真 认真 所以说A团还有B团系 对 CMOA CMOB 对 是KP48的概念 对 好棒 很棒 对 很棒很棒 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对对对 所以但是这个中间就是 就是说A团就永远带这样子 就带着大家 因为它是做总监的部分 对 好一个乐团 其实我们常常采访很多乐团 每一个人都身兼素质 现在大家都好斜杠 那这边就有个蓝钻经理 对 经理你本身负责除了二胡之外呢 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就是卖钻石 没有 没有 你有听过CMO这样吗 然后就是 除了推广音乐啦 或者是一些节目 或者是像是一些 比如说像是学校的巡回 对 那就是都会接洽到我们乐团 然后我就是帮忙去做一个 前面的一个沟通 好所以你就是负责接洽 对不对 像公关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 接先生这样 接先生好 那亚维路 那个亚维路呢 我很多斜杠欸 嗯 好来多斜 我们来厨看看 那个除了 这个 在这边当女歌手 还有就是当厨娘 厨娘 煮饭给大家吃 煮饭给大家吃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会接一些 婚礼啊 商演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固定的身份有三种 不固定的身份N种 N种 就看时间对不对 对 然后接下来也要当妈妈了 所以又是另外一个 恭喜 好棒喔 这不是有纸 这是孩子 还是要解释吧 很需要吧 一直想起来 而且你还有押韵 对 双押 很棒 好 那王V呢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公 工作环境的同事 是 然后我还有就是今天晚上在 Pianova弹琴这样子 然后平常在乐团的身份 我应该是 最喜欢发脾气的人 怎么说怎么说 好好的身份 对 我讲话比较直接 然后我喜欢一阵阵邪的去 挫充别人的痛处 然后让你没有得反驳 这是我的强项 好 那怀特呢 怀特是不得出话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很像 Kevin老师 然后你可是这样 准备那个照片说我是White 哈哈哈哈 你好合适 有要洗脸吗 有要洗脸吗 其实我是 跟大家都一样 我也是在 有在便宜观服务 就是担任乐团的部分 然后 再来其实我有 另外一个 比较特殊的身份 是在 嗯 录音室 当 电视节目的后制 嗯 的 工程师 是 哇 好优秀 很混搭 对 很混搭的身份 还要化妆 哈哈哈 下次记得罚我 好 好 那我们的纳资小定奇 呃 我在乐团里面其实算是一个 外食部部长 嗯 就是 订便当 或者是我直接会买回来 那这有一个很特别的 在CMO里面 你是加入最久的团员 呃 现场比较久 所以很喜欢这个乐团的氛围 呃 真的很喜欢 曾经就是 我觉得 我打开了这个门 进去 我就是 解放 你知道吗 就是 不是衣着的解放 哇 好神秘的门喔 哇 哇 你这样会很多人 想要加入你们乐团 真的吗 你知道在世界上 需要解放的人有多少 其实要不要可以做自己 各位 成千上万 但是真的蛮是做自己的 在音乐的 在音乐的想法上面 在音乐层面的上面 对 因为我其实从小学 就一直学古典 学到现在 嗯 那 不是到现在啦 就是学到进CMO之前 嗯 但是进了CMO我突然发现 这里的音乐跟古典 就是它完全把古典的框架 全部拿掉了 是 我这个音的下一个音是哪一个音 大概 钢琴有88个音 嗯 对啊 但是每一个音都是不同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被接受了 其实我让 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自由 嗯 对 所以这是解放的这个意思 哈哈哈 音乐上面的 理念上面的解放啦 观念上面的解放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 音乐总监有给了很大的空间 对不对 对 其实因为他们都是人才 嗯 对啊 都是人才 所以说 我们不需要把他们压在一个 小框框里面 而且他们给予的东西 其实说实在 会给我很多的能量 嗯 对 那会继续可以继续创作啊之类的 这样子 但是有这样子的能量 音乐的能量 跟自己族群文化的能量 其实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嗯 它就会创造一个新的东西 没有事 这个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对对对 一直把自己的族群的文化 跟更多不同种族的文化 来去做结合 对 哦 好 你们其实呢 CMO乐团可能大家是 今天有些观众是第一次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其实已经从海外走了非常多的演出 演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最近好像是刚从日本回来是吧 对 刚从冲城回来 遇到台风滞留了两天 多晚两天 对 多晚两天 是 因为在滞留的那一天 台风就走了 我们也 也不好意思不去吃吃喝喝 这样 对对对对 你们觉得很妙哦 据说只要出国或是遇到演出的时候 就会刚刚好不晓得为什么 就会遇到下雨 对 是不是 好 来妈妈来讲一下 狂风暴雨都有 是狂风暴雨不是小雨 有有有有 台风天都这样呼呼 我们还是就是站在那边唱歌 所以然后还很有气息 很有气息在那边拉脚 这一切的一切 我拉二股皮蛮适合的 蛮凄凉的 对 所以旅士不爽很常遇到这样的状况 对 我们已经自称我们自己是雨团了 但是其实我有跟一些乐手合作 他们很害怕在下雨的时候 演出 因为其实乐器的保养上面是很困难 那像两位各位你们要怎么办 有没有一个雨备的方案 提供给很多做音乐的演出品朋友参考一下 大部分我们遇到的状况 都是已经是把演出取消了 因为雨是太大 就大到人不能出门就对了 对 曾经我们可能在三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音乐画房 然后音乐画房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号召非常多朋友 然后就取消 因为雨太大 只是下雨 不是有刮风 是只有下雨 就取消 你知道那个雨有多夸张吗 哇 雨真的很大 那其实我们刚从通神回来 然后当天就是有台风 那我们其实下一站是东京 那我们就是还查 我们演出是28号 可是28号也有台风 然后就在东京那边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会不会又再滞留 所以也是蛮随缘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就是台风制止 对 CMO 台风制止 雨团 雨团 对 这个雨团他们 除了天气之外 但他们音乐还是很好听 来到无语气中 当然要带来好听的歌给大家听 他们要带来这首歌叫做 一个人 一群人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来自CMO乐团 安苏瓦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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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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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三角 在現場呢 我們歡迎蘇瓦娜還有CMO樂團 剛剛之前我們聽到一首非常好聽的歌 一個人 一群人 老師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首歌在說些什麼 一個人 一群人這首歌呢 它其實是在講說 我今天資深於都市 然後我雖然是一個人 但是在我的心中 還是擁有在我部落裡的 那一群人的支持 對 就是你不會公單的意思 對 永遠不要忘記家鄉 還有很多人在支持你 等著你 那這次呢 勇奪這次2018年最佳原住民 專輯的這個專輯名稱叫做 直美 一聽到這個名字 大家就會想到 都邊直美 是嗎 是嗎 是真的是有關係嗎 其實一開始發想的時候 就有關聯到這件事情啦 對 然後之後呢 就想說 直美 直美 對 它感覺就像是一個更直 有職人性格的一個阿美族人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叫直美 對 然後直美這張專輯 其實是跟三個阿美族的女性有關係 對不對 對 沒錯 什麼樣的關係 他們 這三個阿美族女性 其實她是 就是我身邊的三位母親 他們都是母親的身份這樣子 對… 不同的母親 然後他們都 類似於50年代 那都是50年代的母親們 因為他們就是 那個時候台灣剛好經濟起飛 對 然後又因為 在那之前改朝換代嘛 所以說整個狀態其實是一種 非常不穩定 對 所以說 當他們到了外地去工作 去打拚的時候 他們其實會接受到非常多 不一樣的一些壓力啊 對 此類 大家自己想像 於是呢 我們就用11首歌曲 來畫他們的這個心境 然後在這11首歌曲裡面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相對要做很久的甜調耶 你跟他們訪談的時間 這三位這樣 花了多久的時間還去做採集 其實採集的部分 不是聊一聊就算了 就是我們還是要知道 還是要滲透他們的生活啦 對 看他們怎麼生活對不對 對…看他們怎麼生活 除了一些就是比較私人的部分 我們不滲透以外 其實它幾乎都差不多了 在兩年之內呢 也看盡了一些人間的冷暖 不是啦 也是就是知道說 他們的整個生活的狀態 其實會反映出 他們幼小到現在的 所經歷的事情 在他們現在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狀態 然後其實最讓我們佩服的是 他們都非常的執怨 他們完完全全沒有對這個社會 感到悲傷 或者感到沮喪 都沒有 他們反而感謝這一個土地生下他們 讓他們變得更堅強 對 越挫越勇的意思 那我自己個人有一個好奇 因為其實 莎娜總監是男性對不對 那可以做創作的素材 還有專輯的概念 一般來說其實是很多 有的男生的感覺就是比較 比較剛硬的題材對不對 你為什麼會想要 以女性來為你專輯核心的概念 一方面是因為阿美族是母系社會 對 所以說母親這個角色 不管是母親還是女性 這個角色其實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在我的成長生活裡面 我們家族跟我同輩 好像九個人 十個人這樣子 我們也只有兩個男性 其他都是女生 所以說我們其實在這方面 會觀察到女性的細緻 然後觀察到女性的生活習慣 其實都很容易隨處可見的 在我們的認知當中 他們給我們很多的表率 給我們很多不一樣層面的一些思緒 然後就會讓我們的思考 會更加的有一些層次這樣子 我會覺得這次都是要感謝他們 所以我就特別就是 以女性為這樣主要的一個題材 對 原來是這樣子 很特別的一個專輯 它是以一個阿美族的一個 女性的角度切入進去 而且你還有融合很酷的是 有日本宮古島嶼的一個融入 你的創作裡面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理念跟契機 這個部分的話 是因為有一天我到了就是 宮古島 對 宮古島的其他的島 沒有 就是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宮古島民 對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歌手 我在跟他 你也太巧了吧 很巧很巧 人生很多巧合 對 人生真的很多巧合 那個時候 是商品人 有很多 對... 完了 宮古島 成長 成長 好 再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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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愛宮古島嶼 於是我們就在一個就是 聊天的過程中發現了 他本也是一個宮古島的原住民 然後他講了他的文化 我介紹了我的文化 然後發現有很多地方是相符合的 但是宮古島 他們又是一個非常 更辛苦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們是就是只要 只要發生戰爭 他們就是第一個被炸的地方 對 在整個花財獵島 花財獵島嗎 對... 花島獵財 對 花島獵財 中文很難 對 然後 他們就第一個被炸的地方 所以說他們的人的生活很辛苦 一到1970年代之後才慢慢的變得更加的 才開始進步 才開始有不一樣的人生的產生這樣子 所以說我覺得這東西他們太辛苦了 可是他們留下的音樂太美了 有別於我們知道的沖繩音樂 他們留下的東西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何不收入呢 對 而且他們在那一段期間 他們也是以母親為主 那如此的符合 那我們不就用另外一個不同的土地的味道 把這件事情再更加的突顯出來 再融合一起對不對 再更融合一點 而且他剛剛說到宮古島 就是遭受戰爭 然後 但是一樣的一直越出越勇了 這個狀態其實跟三位阿美族的女性 到不同 到異地去生活 遇到的困難 其實是有一個相同的連結 對 所以是很符合 然後搭在裡面也是異常的融合耶 很異常啊 是啦 一般人如果沒有那個 了解的話是不知道啦 其實有點難啊 是... 所以就經過了很多次的磨合跟調整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也是就是又特別飛到 就是沖繩宮古島這樣子 然後做現地的調查 然後一起做一些母帶的錄製這樣子 好 蘇瓦娜跟CMO樂團 其實這不是他們第一次 跟金曲獎有過交流 其實你們上一次有入圍對不對 對... 在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很厲害喔 第二次 就得獎了 對 第二次入圍就得獎了 然後因為在得獎的當天 其實那時候 蘇瓦娜我之前訪問她她說 我根本沒有想到我會得獎 對... 然後她很不好意思的說 不好意思我沒有穿族服 對不對 其實有點害羞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預期自己會得獎 專輯做得很不錯啊 但是就是人生... 我都會把一些意外放在人生之中啦 對啊... 所以說我這次放入的... 置入的一個置入性的意外就是 我這次應該不會得獎吧 對...那我們就是... 因為我自己也感受到有不同的專輯 也都是很不錯 所以說你沒辦法去決定說 我就是一定會得獎怎麼樣 對...那我們就把這件事情看淡一點 然後團員們就超愛 走星光大道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這件事好像都沒有放在心裡 對...完全沒有放在心裡 我想說這樣就也好了 就是大家不會太受傷這樣子 對...但是真的得獎了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謝 真的很感謝 對... 好...在上台的時候 因為只有蘇瑪娜一個人上台對不對 對... 然後所有的團員們在台下非常的激動這樣 但是沒有講到話對不對 沒關係 我們今天給你們機會 對 我們開放 一個人十秒鐘 登登登登 雅雅路 來 請 感謝你們 非常的感謝我的父母 謝謝你們 然後再來就是... 謝謝能夠... 我有這個神給我的力量 能夠有那麼多的音樂素材 然後謝謝給我那麼好的歌聲 謝謝 謝謝 下一位 謝謝我的父母 幫我唱了 謝謝 絕世美貌 謝謝 絕世美貌 但是我真心的覺得 就是我當下第一個真實的感覺是 我真的覺得這個樂團太辛苦了 然後我覺得好感動喔 然後我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好 回頭 對啊 這樣就夠了 對啊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好 好 下一位 我們說話師 我謝謝Kevin老師 教你做幾句話 各位 第一句話 出來了 出來了 不行這樣 沒有沒有 其實... 其實我覺得最要謝謝的是 各位夥伴 因為大家 對於這個文化很不了解 可是大家熱愛原住民文化 一起互相獨立 然後一起互相學習 然後完全不會藏私 然後讓大家一起達到 做出這張專輯 然後也藉由索瓦娜 讓我們就是可以一起走到 星光大道這樣子 是 對 其實很感謝這整個環境 不要哭 不要哭 我的天啊 可以嗎 好 很辛苦 我們的便當手那隻 好啦 其實 得金取獎是 非常感謝大家給我們肯定 但這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那我們會繼續努力 讓... 努力讓自己對得起這個獎項 對 我們要做的功課還有很多 壓力很大嗎 協議來 壓力很大 因為其實 我們在製作這張專輯 本來就不是為了說 要做什麼得獎的出發點 那就是其實 我們在籌備這個專輯的時候 我們是花了非常多時間跟心力 然後就像是剛剛蘇瓦娜老師說的 就是填調花了很多時間 那其實也花了非常多的 樂團的財庫 對 那後來就是得到這張專輯之前 就是我們真的是 譬如說像是韋彤 他安排了大家進錄音室 然後我看到 對 因為就是其實籌備這張專輯 我們是自己 除了投入非常多心力 也投入非常多自己的一些資金這樣子 對 那其實就是 得到獎的時候其實我們 入圍的時候我們其實大家 就是已經在家裡先哭過一番 然後大家講說 怎麼可能會得獎 魯威兒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很激動 然後就是有今天這樣的成績 我們都是一直在感謝每一個人 那其實就是身邊好朋友 每個人就是都是... 還沒有得獎的時候 就已經在很支持我們 就是買專輯什麼 那得了獎之後也是 當然是有陸續一些朋友在支持 那也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是很辛苦的團隊這樣子 是 對 所以我們很需要大家的支持這樣 吃軍款張故事 沒有 好朋友 我覺得謝謝茉葉談的 真的很可愛喔 他們 而且比我想像當中的 就是再更放開一點 很活潑耶 很好聊 再廣告要回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聊他們 盡時再忙 謝謝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Wii 輕鬆夾 好 在現場 依然陪伴我們的是 蘇娜娜跟CM樂樂團 真的非常厲害喔 就是現在除了音樂以外 然後身兼樹職 鋼琴們已經介紹過了 接下來還要往影像來邁進 最新的作品是一部影像作品 對 然後最新一部 這一部叫做 薩奇萊亞美斯 是 所以這個 這個作品是跟你自己的故事 非常有關係的 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 來 多密切 對 這樣子 我就知道 還好你沒有這樣 好煩喔 好 來 多密切 來 密不可分的部分 密不可分 好 來 其實它是用一個 歷史 就是薩奇萊亞族的那個 當時為什麼他們會消失 短暫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的一件事件 對 自己搜尋 好 然後 這個事件呢 搭配現代人 就是 在 因為人在社會上 其實現代人的 生活壓力非常的大 是 所以說常會有一些 類似像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錯覺這樣子 所以 這個 我們把這兩件事情交疊在一起 它就變成薩奇萊亞美斯這樣子 然後 整個呈現的方式 其實大家都會很疑惑 就是 這是故事 可是你是一場音樂會 對 那該怎麼去呈現 對 其實 它是一個很需要感知的一個 音樂電影 就是 我們會搭配一些影像 就是跟這些事件相關的影像 以及 現場音樂 音樂的部分的話 當然是演唱主語 對 演唱的部分是主語 當然也是有演奏的部分 然後 會比較是用氛圍的狀態去營造 然後可以讓大家在整個劇場裡面 感受到完整的 75分鐘的一個聚集 它有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它有可能會在每一個人心中 有不一樣的狀態 是 所以說 薩奇萊亞美斯 它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混合 的一個結合 對 但是因為其實單做音樂 跟單做影像 它的複雜都不太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所以你怎麼會想要 再多做一件這麼辛苦的事情 你還不夠忙嗎 對啊 其實很忙啊 不要裝冷氣 裝冰箱 對 就是影像的部分是因為 我們使用 我自己會去畫圖 對 然後畫作的部分 以及真實的場景 亦或是一些小人偶的替代表演 這樣子 然後動畫的產生 這樣子 對 它會用這樣子 多種不同的重疊的性格 放在一起 放在這個劇場裡面 然後 所以說它其實工很雜 工很雜 但是拍攝就是一個 非常挑戰的一件事情 是的 反倒音樂這件事情的話 然後我們又再度挑戰 另外一個新的狀態 就是 當這一場 撒起來美斯 會只有我一個人 完成音樂的部分 對 然後在現場 直接結合所有的樂器 不管是用loop的方式 還是用電腦去混合這樣子 對 然後就在現場 直接 直接進行這樣子 所以從音樂到影像 所有的目前的工程都是你自己 親力親為去做製作 對 但是我還是有夥伴們 跟我一起來完成 對 這個時候就是 他們就會突然間變成很厲害的 那個 就是很會拍攝的人啊 很會做玩偶的人啊 這樣子的狀態 對 哇 我看了那個 撒起來美斯的前導片 所以呢 就是看完了以後 還是一個問號 我們可以到現在去舉起嗎 就是 會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 但也看到了就是金友說完 那這樣的介紹 以後 我覺得他其實 有很大的企圖心 在去 將自己的文化 跟不同形式的藝術去做結合 對不對 是 沒錯 你覺得不應該只有一種表現的方式 對 可能可以去做嘗試 或去做衝撞對不對 對 其實就是 除了這樣子的嘗試以外 另外一方面是 我覺得要打開 各位 就是很多觀眾朋友們去 決定看一部 音樂會 或者是一部電影 這件事情的一個反應喔 這樣是 我不見得我要知道 這場在這裡幹嘛 喔 但是我可能就會對於 它的這個製作手法很好奇 那我就會願意去看 如果它 是一個好的製作 那當然就會很 讓人覺得 欸 我今天值得了 那或是 它給予一個不同的警惕 不同的心靈層面的 一些寄託 那它就會變成另外一個自己 所以這是很重要 好 說完那本身自己 也很有趣 還有我很意外的是 在音樂上面的學習 其實你是自學的 你不是可搬出生的對不對 對 因為 也因為自學 我要感謝自學這件事情 然後讓音樂沒有框架 這樣子 對 當然 自學以外 你還是要去吸收很多不同 多方面的音樂 所以說你聽到的音樂 可能就是好 很多很多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 會去自學這些東西是 當然就出自於自己的一些興趣 對 那喜歡這件事情 你就會願意去做 那你願意去做 你就要一直堅持做下去 是 對 所以你今天想學什麼 你都是自己去 鋼琴啊 不管是什麼 到影像的時候 就已經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自己完成 自己學習 對 自己碰撞 自己找答案 對 自己接電 自己換冷氣 對 自己化妝 進了便當 對 對 好的 好 在CMO的下一步 因為你們在下一步 是要做影像 對 再更長遠的 在音樂上面 比方說一些展演的規劃有嗎 在未來的話 我們當然還是會 繼續去尋找不同的挑戰的方式 對 因為 在 過了這一次的這個製作 這個製作之後 我們會繼續的去推廣這個製作 然後讓大家去學習新的不同技能 就像是 怎麼做燈光 怎麼做影像 這些事情 之後呢 有多餘的能量了 有新的能量進來了 我們就可以做新的事情 好 等於是感覺你們還要在斜槓很多耶 可能下一次來 可能就是要去學什麼 嘻哈或街舞之類的 哇 等手都要自己下來的感覺 很厲害 你還要自己拿CAM 然後自己這樣跳來 自己滑水日本交流 多辛苦那個樂團 真的 蠻有 好厲害喔 但其實做音樂就是這樣子 他一定會有 堅持的過程會有很多的辛苦 對不對 這個很不容易耶 一個好的樂團 其實要走得長走得久 當然就是 團員彼此的相信力很重要 對不對 一個人如果多計較一點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走下去 那計較的 可能就不會出現在這裡 好 好 是喔 好不好 就是這樣子 好 今天很開心 跟你們聊了很多 那當然 也要再帶來一首好聽的歌 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對不對 是沒錯 接下來要帶來這首歌叫做 和平的世界 對 和平的世界這一首歌曲呢 它就是在講 如果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會唱歌 如果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不亂丟垃圾 如果這個世界不再有虛偽的人 是 如果這個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 對 但是這一切都是用如果 對 都是用如果 因為 世界不是完美的 人也不是完美的 對 這一切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 我們要如何在這樣子不完美的狀態之下 找到 屬於自己心中完美的一個樣子 就是在 就是賦予在這首歌曲裡面 那這首歌曲當然也要反映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三位 阿美蘇女性 對 他們該怎麼 他們看待了這個世界 那怎麼去 潤視這個世界的畫面 這樣子 好 就在這首和平的世界裡面呢 我們要跟大家說再見 然後也非常謝謝蘇瓦娜 還有CMO樂團 祝福你們以後 在意願上可以更順利喔 加油 很棒的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一起來聽這一首 和平的世界 來自蘇瓦娜與CMO樂團 好 謝謝 阿波隆愛過你 阿波隆 阿諾 再愛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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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花の世界 何も怖がらなくていいの 天花の世界 何も怖がらなくていい 天花の世界 何も怖がらなくていいの 沙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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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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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样 拜拜